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梁振英 籌組了一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這個大聯盟的網站早前一度曝光 被媒體發現到 在發起人的一欄 出現了李嘉誠先生的肖像 到底李嘉誠先生是否發起人之一呢? 昨天大聯盟的總召集人董建華 梁振英和秘書長譚耀宗 邀請了部分傳媒出席查序 在席間譚耀宗提到這事件 他引述職員的消息 當日的網站只是屬於模擬運作 有些職員不經意地找照片來試試 秘書處有點不小心 身邊有什麼相片就這樣放上去 不是正式的資訊 至於梁振英又怎樣說呢? 他就說 加盟這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 就不僅有一個發展商 未來都會陸續發出邀請 至於李嘉誠是否共同發起人呢? 他就沒有正面承認或否認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 都未曾有客觀的證據顯示 李嘉誠是一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發起人之一 至於譚耀宗的解釋也相當有趣 就說秘書處的職員 不經意地隨手放了一張相片上去 我就不知道各位益友 到底你的電腦或手機當中 會不會收藏了很多成哥的肖像呢? 這麼不經意隨手找 就找到成哥的照片了 竟然找不到其他大富翁的相片 這個又比較有趣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成哥仍然被加入這個大聯盟 之後他會否再加入 就未知之數 只不過截至目前為止 都未找到客觀證據證明他加入了 實情我的良好主觀願望 都是希望成哥 何必趕這些混水呢? 論語也有說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明 六十而以信 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如舉 只不過人生七十就古來稀 所以七十之後 論語就沒有再論述下去了 成哥今年已經是九十有二 相信他又走到人生更高的層次了 而當初這個香港團結基金 成哥也沒有參與 按照這個往績來計算 估計這次也不會加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吧? 實情這個大聯盟搞來有什麼目的 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了 當然 而梁振英昨天出來說 說這個大聯盟並非為了建制派助選 其實我某程度上也相信他這個說法 因為以董建華和梁振英的聲望 如何提振建制派的選情呢? 反而我認為這個董良大聯盟 就是梁振英為了拉台自己的聲勢 而搭建的平台而已 因為林鄭月娥目前已經是岌岌可危 屢次又傳出了一封聲說她會下台 到底哪一個會繼任下一任的行政長官呢? 目前又沒有明確的人選 到底CY是不是很想做多一屆行政長官呢? 所以搞這個平台出來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接著要跟進一下太古城商場的和梁振活動 原來昨晚警察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自行去詮釋限聚令的定義 到底那條貼文是怎樣寫的呢? 標題就是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受禁的群組聚集 內文是這樣寫的 有指只要四人或以下參與公眾活動 而且跟其他參與公眾活動人士保持1.5米的距離 就不會違反第599G章 警方嚴正澄清 任何出席公眾活動的人士 如果抱有共同聚集的目的 均是屬於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 而該公眾活動如果有多過四人參與的話 所有參與者都屬於違反第599G章 而群組聚集者是否相距1.5米 都會違反第599G章 警方強調在疫情的嚴峻時期 任何群組聚集都有可能增加病毒擴散風險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任何受禁的群組聚集 警方絕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 定必嚴正執法 可能會向維麗人士發出定額罰款2000元的告票 警察這個說法 首先來說 顯然與法律原意相違背 第599G章即是限聚令 他的法理基礎是來自哪裏 就是來自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這條法律所制定的目的 就是為了防疫和控疫 不是為了打壓市民的集會自由 甚至是人身自由 你有甚麼可能用這條法例 走去商場裏叫人不要聚集 你不是愚蠢嗎 那些市民不要管他們唱歌也好 不要管他們逛街也好 他們都是客觀地聚集 如果你要用這條法例去驅趕市民 到底是否逛街也屬於違法 是否逛街也屬於違法限聚令 大家一起在商場裏 百無了賴 window shopping 他也是屬於同一個目的而聚集 所有人都互相不相識 現在那些人沒理由懂得行商場的陌生市民 但是大家走到商場裏 可能他們都不是為了光顧商場 可能純粹要看看有甚麼買百無了賴 在那裡逛街 那這個算不算是同一個目的而聚集 那是否全部都要拘捕 是否一個商場最多只可以有四個人去行 根本上是不合理 你要打壓市民的聚集 但是你又不能夠用出公安條例 因為你在商場走就不會違反公安條例 所以你就捨難取義 用一條比較容易票控的條例去驅趕市民 其實就是在打壓市民的自由 如果你說那些市民站在商場唱歌 就是用了同一個目的來聚集的話 同樣地走進商場逛街也好 打算吃飯也好 只要他是超過四個人 哪怕他是互相認識也好 互不相識也好 你都可以用這條惡法來去票控他的 是否這樣的標準呢 還有 警察就說到限聚令 就不理你那些群組聚集者是否相距1.5米 我真是難以理解 到底你怎樣執法呢 你怎樣去判別那個人 是不是在進行群組聚集呢 你說1.5米之內 都還有一個基礎去說 現在就說連距離也不計算 到底你還有什麼基礎呢 比如說有三個市民站在商場的天台那裡 有三個市民站在商場門口 很明顯就沒有違反限聚令 但是他們在唱同一首歌 那你會不會去票控這六個人呢 那當然不行 三個人三個人 但是你說不是啊 原來現在1.5米就不理你了 不管你是否相距1.5米 都會違反的 那是不是全部拘捕他呢 如果是這樣 就是打橫來講 是不是一味靠屈 麻煩你這些惡法 趕快收檔 當疫情逐漸再緩和下去的時候 再沒有這個本地個案發生 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要取消了這些擾民法例 告訴你 如果你真真正正是做防控工作 就不是做到你現在這樣 是一漠一漠的 你只是看深圳市就知道了 人家又實施了一個更加嚴謹的規定 就說自從明天開始 所有從深圳口岸入境的人 就會先進行核酸檢測 之後就會被那些有關的工作人員 帶到去用作檢疫的酒店裡 就地進行十四天的隔離觀察 之前是怎樣做的 就算你經深圳的口岸入境也好 若然你的目的地不是深圳的話 就會先讓你去到目的地 然後再進行十四天的隔離 在當地 現在就不是了 更加嚴謹了 話知你去哪裡 總之一律在深圳隔離了十四天 人家就已經做到是酒店隔離了 深圳市 那你香港在做什麼呢 若然你真的要搞這個防控工作的話 那你是不是也要徵用一些酒店 租用一些酒店 所有從大陸那些 深圳灣口岸入境的旅客 那你一律送去酒店那裡 就不是家居隔離 如果你真的要做防控工作的話 就不是搞這些什麼四人限聚 你自己也說四個人 這個數字是沒有科學根據 林鄭自己說的 證明你是打壓市民來用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了 不停地擴充警察的權力 又沒有人可以監管 你隨便票控都可以 你先票控了 然後市民又很煩了 如果他要去上訴的話 又要面臨一個很長的 漫長的法律程序 根本上就是擾民 根本上就是多餘 夠時間你就要取消了 這些不能夠無止境無了期 一直運作下去 而且深圳市 那些時候不給你面子了 就地隔離 現在搞這個 你香港在做什麼 防控工作 我告訴你 防什麼控 全部都是靠市民自己的自律 高度的嚴謹 跟你林鄭提出的措施 完全是沒有相關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